世界旅遊皇后小姐第二名的陈一文 她代表台湾到菲律宾去参加地球小姐的选拔 可是她发现这个官方网站 她介绍台湾的家里的时候 竟然用的呢就是这个英语系国家 他们常常用的一个老的过时的词汇 叫台湾叫做叛离的一省Renegade Province 而且甚至连彩带也差点被写成了China Taipei 这是台湾旅游皇后第二名的陈一文 刚从菲律宾参加地球小姐比赛回台 照片中留下她在国外比赛的点点滴滴 但这张照片不看还好 看了差点喷饭 中华民国的国旗12道光芒长短不一 还严重缺角 很少会有台湾的国旗出现在那 那我看到的时候非常开心 我就跟小朋友招手说 赶快来拿来我这 结果看到就真的有点奇怪 到菲律宾比赛遭到矮话 陈一文很不满 尤其选美官方网站上 介绍台湾嘉丽竟然用的是叛离的一省 让她既愤怒又觉得受到侮辱 其实我没什么政治立场 可是看到就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身为台湾的就是人民 我会觉得有点难过 像我第二天到那边就生病了 结果保姆就只是丢了一个礼拜药给我 然后就没事 然后可是China他的脚受伤了 可是我们的主办单位就非常的担心 这样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公平 原本她背的彩带还被动了手脚 写成China Taipei 经过再三抗议才改成China Taipei 虽然比赛已经落幕 但她对于台湾遭到矮话 还是久久不能释怀 中年新闻既见恨张玉昕